大家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帶來關心的國民黨中的餐廳侯友宜 今天是來到宜蘭 要和在地的農民對抗 那麼其實可以看到呢 現場呢 許多人是舉起了旗幟 那麼宜蘭縣長林思妙以及議長等人都是現身的歡迎 不過外界最關注的還是藍白河的進度 以及昨天柯媽媽在廣播節目上說到了 其實她認為柯侯兩人不一定要在同一張選票上 甚至也酸 誰比較有學問 其實全民都知道 那麼來聽一下侯友宜最新回應 柯媽媽辛苦了 柯媽媽個人的言論我們都給予尊重 今天說這個行程很早就安排好了 所以朋友自然見面也是一個很常態的一件事情 至於三個人要見面 希望能夠越快越好 因為我們所有的支持者都非常非常的焦慮 更重要的每一個支持者 他們已經強烈表示了很多的態度出來了 我們也期待趕快到底藍白合作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要很清楚的給我們的支持者一個交代 所以我們趕快談 把問題談清楚 好 可以聽到侯友宜是說 針對柯媽媽的言論她都表示尊重 而今天其實在宜蘭她在稍後還會同框柯文哲 被問到三人到底朱柯侯什麼時候坐下來談 她也認為是越快越好 因為其實很多的支持者是漸漸的不耐煩 因此藍白合要如何合作應該要越快越好 趕快坐下來討論有一個結果也可以對支持者交代 那麼以上是在宜蘭最新 先來再寫你